那你可以調整什麼 調整特別是要調整哪一個變數呢 因為輸出是哪一個 是 N嘛對不對 因為最後N會輸出所以 你在變數部分的話你就把這個N本來是印 你把它改為Long 比如說你改為Long好了 Long之後的話 OK那其實把這個N改為Long應該就OK 不過你執行之後的話 你可以發現 這地方最大我給他到50 OK嗎 Enter 你會發現50還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100 100下去 你會發現100還是不OK 對不對 那如果要能夠更大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改另外一個 叫什麼 叫Double 應該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三支 11頁那邊都有 那其實這個地方主要讓各位了解 一個比較實務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一般當然不會用那麼大 可是如果你用到100的話 也還是會出得來 可是如果在200已經太大了這個數字已經大到 叫做什麼呢 Infinity 這什麼意思呢 應該各位有看過這個單字吧 這個單字一般是在汽車上面看到的 你上的高級車叫Infinity 對不對Infinity什麼意思 就無限了 就已經是大到已經不知道多大了 所以 意思就是說這個數字已經在電腦裡面已經沒有意義存在了 你這麼大已經沒有意義存在 所以這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 你在弄不行的話 還有Double Double超過Double的話已經沒有意義存在 另外還有Infinity 除了在汽車上面的話 還有在那個一支手機上面 最近 前天才發表的叫 Pattern 有沒有 華碩有一款那個Pattern Infinity 華碩第一代 Pattern Phone第一代 去年嘛 然後半年前Pattern Phone 2 才剛上市沒有很久 Pattern Infinity 應該算Pattern 3 又上市了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畫面又變成更大 4.7 現在變成 4點 已經變5吋了 一樣可以 插那個變形的平板 當然價格 當然也是維持 無限嗎 還好啦 相對於 Apple系列的產品 應該算是便宜 你又物超所值 因為 剛剛定價 2萬2千9 其實不算便宜啦 不過 似乎感覺買氣還沒有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他很貴 所以沒有什麼人買 反而大家也是還蠻多人想要買的 那我 前一陣子是買的那個 一代的 可是我後來又買了 又買了 因為我後來是 發現了 他降 實在是價錢 太低了 低到我覺得 實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就把它買來玩了 就是他 本來是一支 一支手機 我後來買這一支 我覺得現在做的 簡直就跟 iPhone 差不了多 而且比iPhone 還要 還要 我後來買了 我後來買了 好